有很深入的解析 然后带到整个社会伦理的应用 或是整个生活的应用 都是非常扎实的 对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冲击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很开心 可以再次来领受这个教导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今天的题目是 是就说是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高兴今天能够到 我们木乍林娘堂 跟大家一起来敬拜 并且分享上帝的话 大家去过像这样的地方吗 我指的不只是它很漂亮 有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就是像在这样的地方 没有战争 人跟人之间不会吵架 都是非常和谐的过日子 中国的晋朝 有一个文学家叫陶元明 我这样讲大家就想起来 他说这个当然是他的故事 有一个捕鱼的人 他在沿着西在捕鱼 有一天无意间去到一个 他发现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非常的漂亮 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桃花 他想说这个地方 我在这边捕鱼这么久 什么都没有来过 所以他就决定靠岸 然后下去去走走 他发现有一个路口 进去了以后 还有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里面的人 讲话跟穿衣服 跟他们当时候 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当地人看到他进来了以后 他们就有一点害怕 但是后来发现他没有恶意 就问他说 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朝代 怎么会这样问呢 那这个捕鱼的人说 我们现在是晋朝 东晋 那你们呢 你们以前来的时候 又是什么朝代 他说我们是秦朝 因为秦始皇 那个时候打仗很多 所以我们就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进来 我们也没有人出去了 那我后来查了一下 晋朝到晋朝 是差了五百年 那这个村庄的人 对他很热情 招待他 留他吃饭 留他过夜 第二天 那他想想也该回去了 那村庄的人就跟他说 你回去以后 拜托你不要讲 不要讲 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要讲 那他出去了以后 有没有讲 有啊 他到处讲 那很多人又 赶快要想要去 找到那个地方 结果还好 没有找到 再怎么找也找不到 好 在中国的传说当中 或是想象当中 我们总是觉得 应该会有一个地方 比现在更美好 没有战争 没有人世间的纷扰 大家是和平的相处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中国还有另外一种传说 就是 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人吃了会长生不老的 那个西游记 大家应该都有一点熟 那西游记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齐天大圣 这一只猴子 他就是在天庭里面 管那些攀陶 那攀陶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他是吃了以后会 我忘了一颗 好像是五百年 还是多久 你吃一颗下去 你就可以多活五百年 所以他一口气就吃了很多 后来在第24回的地方 又有一种东西 叫人生果 吃了以后 又是可以活很久 那这个齐天大圣 两种他都吃了 好 那这个反映出什么呢 这个反映出 其实人很希望能够长生不老 生命可以一直很健康地延续下去 可是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的 不是这样 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是 当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的时候 上帝他创造亚当跟夏娃了之后 原本没有说人会死 还是不会死 但是呢 因为亚当跟夏娃犯了罪 所以这个死就临到世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 本来先是创造亚当 创造完亚当了以后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 但是其他的动物 一只一只从亚当的面前走过去的时候 亚当都给他取名 但是虽然这些动物有的很可爱 但是没有真的任何一个动物 是可以成为他的配偶 来帮助他的 动物不能成为人的配偶 也不能成为人的小孩 大家知道 我看现在很多人不打算结婚 然后或者是结婚了 不打算生小孩 我们要回去读一下创世纪 创世纪跟我们说 男人跟女人合为一体 然后我们生下小孩 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上帝因为本来亚当只有一个人 很孤单 上帝看那个人 一个人独自不好 他就让他睡着以后 从他身体取一只肋骨 然后造了夏娃 当上帝带领夏娃来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 亚当怎么说 那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听起来有没有 很甜蜜 很罗曼蒂克 对吧 好 但是到了第三章 到了第三章 因为蛇的出现 这个蛇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动物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这个一到三节 请 耶华上帝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上帝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上帝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好 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很仔细读 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是很有趣的 上帝所造的 这个蛇也是上帝所造 但是偏偏这个蛇 它就是比其他的动物更狡猾 然后它跟夏娃说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吗 那如果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 吃什么呢 蛇它做了一个扭曲 把上帝原本给的恩典 给的许可 就把它变成是律法 变成是禁令 对吧 都不可吃 那都不可吃 不就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吗 好 那 其实原本上帝是说 全部都可以吃 唯有那个分别三二的果子 不能吃 只有一个例外 但是它把它扭曲了以后呢 就变成是通通不能吃 然后还好女人 就是夏娃 她记得大体上正确 她说都可以吃 但分别三二的果子 不能吃 可是呢 她又加了一句话 也不可摸 上帝刚才有说不可摸吗 没有 那人骄傲 把上帝的话 再加油添出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偶尔 我们有时候 会把神并没有规定 我们这个不能做 或那个不能做 我们为了要表现自己更尽浅 我们就把它变得更严格 那在这里 夏娃 他又说不能摸 上帝没有说不能摸 接着蛇又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上帝有说 你们吃的分别三二的果子会死 但是蛇跟他说 不一定 因为上帝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然后呢 你们就会如上帝 能够知道善恶 那于是女人 就听信了蛇的话 看那果子 好做食物 又悦人的眼目 是可喜爱的 使人有智慧 这园子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果子 很多很多 应该都很好吃 也很漂亮 可是他不满足 他听了蛇的话之后 他就觉得 好像还有这个 不能吃的 应该是最好吃的 所以他就摘了这个果子以后 又给他的账物 他的账物也吃了 好 在这里 其实我们会发现 这个就是试探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 蛇让女人对上帝的话 产生了怀疑 不一定 台语说 所以本来上帝的话 上帝的诫命 我们是应该去顺服 去遵守的 但是却变成了 被挑战 被质疑了 于是女人看到果子 可以做食物 悦人 原目又是可喜爱的 然后他听说 吃眼睛会明亮 就能够向上帝 能够知道善恶 人想要变聪明 夏娃他有他的骄傲 当然亚当也是 他想要能够跟上帝一样聪明 想要跟上帝一样能够知道这个 能够知道那个 然后原本应该是顺服神 他唯一应该要做的 就是顺服神 但是他现在想要变聪明 你知道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说 人以自己为万物的尺度 就是做万物的标准 以人为中心去做判断 可是这个正好是 我们基督教告诉我们 是人的罪的原本 因为我们应该以神的话 以神的教导 作为万物的尺度 但是人常常就是骄傲 我们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判断 结果呢 这个女人 她说不可吃也不可摸 其实这个就是 我台语 我是从小讲台语 这个就是假狗 假狗 那假狗 华语有没有什么话 刚才第一堂 有弟兄告诉我说 这是假惠 或是假装自己很厉害 假狗 台语刚好两个字而已 很简洁 假狗 他不可吃 上帝有说 不可摸 上帝没有说 但是他就假狗 然后蛇又问 真的吗 吃了眼睛会明亮能知三乐 如上帝一样 这是蛇跟他说的 你知道吗 我们有很多广告卖药的都是这样 让你眼睛金眼睛明 鼓肝 保陋 到胜地背后 这个明末地方圆 我有把哪一个公司涂掉 没有特例 恶意的 只说 有效 还是没有效 但是我们看 还有一种 要可以治这么多东西 那个蛇跟夏娃说 吃了以后 还会跟上帝一样聪明 能够分辨善恶 他真的眼睛就明亮了吗 第七节他们两个人眼睛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 大家要记得 这个眼睛明亮了 它可能是一种反讽的说法 他们本来也没有说他们眼睛不好 但是这个眼睛明亮了 这是蛇跟他说的 那个反讽的说法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原本也是赤身肉体 但是两个人不觉得有什么羞耻 在第二章的最后 我再念一次 第二章的二十五节 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 并不羞耻 为什么 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大家是非常坦诚的 坦诚相见 对吧 但是如果人跟人之间有了不诚实 人跟人之间犯罪 那我们就有很多事情想要隐藏 不想要让对方知道 吃房钱是常有的一件事吧 对吧 但是除了这个我就讲 像我们家 我跟我太太 我们本来是说好的 如果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双方同意 而且是只买需要的东西 对吧 我们太常买了一些不是很需要的东西 但是我有时候看到这个3C产品 好像不是很贵 那我又觉得很炫酷 我就偷偷地买 买了以后又怕太太知道 我就先藏起来 趁他不在的时候才拿出来用 然后用完了又收起来 等到过一段时间他发现 我就跟他说 那很久以前就买了 好 你看 人 在犯了罪 人在不坦诚 不诚实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会想要遮盖自己 遮掩自己 所以这个眼睛明亮其实是反讽 因为他看见了 其实只有看见自己的羞耻 看见自己的罪恶 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美善 那人犯罪之后 就破坏了原本和谐 自然跟坦诚的关系 在第二章 当上帝刚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 他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那个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参加夫妻恩爱赢的 也不用缴五千块 但是因为我们在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 其实我们就算在坦诚的呼吸关系 我们就算在对婚姻有非常高的委身度 我们都是需要学习 需要被训练 而且我们也常常要在婚姻关系当中悔改 认罪 爱对方 不断地进步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要参加 大家不要听错了 所以如果我们人跟人之间缺乏了信任 那你就会发现要有很多的秘密 我举另外一种例子 有一些人会跟你说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但是你不要跟人家讲 然后他就开始后面讲的是什么 是别人的坏话 但是他又跟你说你不能跟人家讲 所以你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去查证 那没有办法查证 你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结果他跟我说不能去跟人家讲 结果他到处去跟人家讲 但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他去造谣 对不对 所以讲这种话的人 我觉得其实我们心里应该要跟他打个问话 如果跟我无关 他根本不应该跟我讲 如果是跟我或是跟我的公事有关的 那我们该查证 要查证 对不对 但是我们常常就会被有些人这种不坦诚 甚至是恶意的毁谤 被给欺骗 好 那当他们犯罪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上帝找他们 结果他们就躲起来 为什么 因为人犯罪会怕上帝 眼睛明亮 结果这是羞耻 那也有人问 那为什么是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 好 那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 但是一般圣经学者是说 这没有特别对无花果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是可能因为在当时候 他们那个地区 他们所能够找得到的最大的叶子 就是无花果 所以用无花果树的叶子 对不对 总不能用 我们在台湾找得到比较大的叶子是什么 有人说姑婆玉 姑婆玉不能用 先人长 先长的叶子就是那个刺 那也不能用 好 所以这个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就是因为人想要遮盖自己的错 所以就盖起来 好 所以上帝找人就说你在哪里 那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刺身肉体 我变长了 那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是吃神肉体 你本来也是的 但是你本来不觉得羞耻啊 但是呢 为什么 你现在会知道 莫非你吃的 我告诉你 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 上帝再一次问亚当 夏娃 其实是希望给他有一次 自白或者是认罪的机会 可是人常常是这样 越是做错 越是不愿意认错 然后呢 越是不愿意认错 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推托给其他的人 有错都不是我的错 都是别人害我的 所以我没有错 你看他怎么回答 亚当这样回答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那女人 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赐了 所以是谁害的 夏娃 对不对 那夏娃又是怎么来的 上帝你造的 然后上帝又问女人之后 你说做了是什么事 他一样 他更简单 就是那个蛇 那蛇 蛇谁造的 上帝你造的 因为上帝你造的蛇 引诱我 所以我就赐了 好像都是别人的错 他自己没有错 逃避责任 指责别人 男人说 是因为你造的夏娃 引诱我 女人说 是因为你造的蛇 引诱我 到最后 都好像变成是上帝的错 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三章 其实它教导我们 至少这几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人已经活在 堕落之后的世界 从亚当夏娃 从人被造之后 没有多久 我们就堕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因为 我们所犯的罪 或亚当夏娃所犯的罪 最近的这个世界 就一直在我们身边了 有一些时候 不是我们犯 是别人犯的 但是那个罪 也会影响我们 有一些时候 是个罪 是我们自己直接犯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死亡 在第二章的时候 其实上帝除了说 你不可以吃 那个分别善恶果子以外 没有提到死的事 如果吃了那个会死 但是其实在这之外 没有提到死的事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原本人会死 还是不会死 但是他们真的吃了以后 就死 那罗马书 保罗在罗马书 就也引用创世纪的说法 就如罪是从一人 这一人就是亚当 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就每一个人 在亚当笑话之后 每一个人都会死 因为众人也都犯了罪 奥古斯丁是第四世纪的神学家 神学家当然要讲得更仔细一点 他这么说 到底上帝说人会死 是什么意思 有人读到第三章说 没有啊 结果亚当笑话吃了以后 也没死啊 他只是被赶出伊甸园啊 这个理解太肤浅 我们要看一下奥古斯丁他怎么说 他说是肉体的死 灵性的死 还是第二次的死 他说通通都是 好 什么是肉体的死呢 肉体的死当然就是 其实我们照他的顺序好了 第一次的死的部分 就是灵魂离开上帝 当亚当笑话他犯了罪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已经跟上帝之间怎么样 已经隔开来了 这个就是死 在犹太人的理解里面 当人没有办法亲近上帝的时候 那个其实就是死 我们说灵魂的死 第二个是肉体的死 我们有一天灵魂会离开身体 亚当笑话最后有没有死 当然有啊 不是在第三章啊 但是他还是死啊 所以他们会死 还有最后一次的就是永远的死 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没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永远的死 我们这整个人的存在都要死 好 那福音呢 福音就是还好 因为从这个创世纪 人犯罪之后 上帝就不断地在找人 人要 上帝要拯救人 到了新约的时候 上帝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死在宝血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宝血 牺牲救了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承认耶稣基督 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只要相信他 我们就会得到赦免 人有罪需要拯救 而耶稣就是我们的拯救 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 最核心 最重要的地方 可是呢 很奇怪 人总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不愿意接受人是有罪的 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犯罪的 就好像当年的亚当跟夏娃一样 我最近因为读这个 一百年前的神学家凯博 他在十九世纪末 他就发现当时候的教会的情况 他们荷兰的教会的情况 有一种现象 他称为叫做自由派 或是现代主义 那他这个 他是故意反讽地写的 不要以为这个是正确的 他说当时候受到这种 自由派的影响下的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样子呢 他说我现代主义者 相信上帝是全人类的父 这句没有问题 他后面通通都有问题了 相信耶稣 但是他不是基督 只是从拿撒勒人来的拉比 就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 我相信人性是善的 不过需要再努力改进 我相信罪是相对的 因此赦免只是人类的发明 人需要上帝的赦免 他说自由主义者根本不相信 然后我相信不必经过审判 便会有更好的生活 每一个灵魂都会得救 19世纪已经有很多人 自称为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相信圣经 他们认为上帝既然是 那么一样的慈爱 他最后会拯救每一个人 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那也不只是19世纪的荷兰 在经过六七十年后的美国 其实一直到今天 今天我们应该要说 其实更严重 但是当时候就有一个神学家 在19三几年的时候 他在书里面就说 这个神学家叫尼查尼布尔 他们兄弟两个人 都是很重要神学家 他说他形容当时候的教会 所相信的是什么 不会生气的上帝 借着没有定时日假的基督 领不会犯罪的人 进入不必审判的天国 从那个时候的美国 很多教会已经很清楚 不喜欢讲十字架 不喜欢讲悔改 不喜欢讲人有罪 更不会讲审判 这种普遍的现象 一直延续到今天 而且可能越远越烈 在今天的台湾教会 恐怕也有一些教会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是 我们的教会通常是讲台语的 所以我们以前的长辈牧师 有人就把它翻译成台语 而且把它弄得比较简要 我来念一次 世间人无犯罪 有兄弟无姓弟 无姓弟听得懂吗 这是没有脾气 有亚生无十二家 无心伴立天家 这样你还信什么 这样你还说你是基督徒吗 这样你还说你信基督教吗 可是有很多的 不敢说很多 但是真的有一些人 他头脑里面是这样 你如果给美国人做普遍的调查 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去天堂 那你说 那你问他说 那你相信人要先经过审判 他就说应该不用吧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圣经没有好好念 可能牧师也没有认真的教导 你说人类的社会罪恶只是相对的吗 我举一些例子 这个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这个叫做什么 全桶香猪油 我们一般家庭不会用这个东西 但是通常是夜市地摊 饮食店他们会用 原本这个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有黑心的商人 他们去收了那些 其实是不可以吃的收水油 然后从里面提炼出来 然后把它灌到这里面去 大家记得是谁吧 后来被抓了 后来真的也被判刑了 这个还不算最严重 中国那个山路奶粉 大家听过吧 他为了提高奶粉 在仪器里面检验出来的 蛋白质含量的那个数字 他们给他加了三氯氢氨 那结果呢 就在 这个是婴儿的奶粉 中国 喝母奶人大概不多 所以很多人都喝奶粉 我刚才休息的时候查了一下 你知道吗 光因为这个生病的小孩子 三十几万 然后 中国自己的报告 受到影响的三千多万 那所以有一些孩子 到现在十年后了 他的身体 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终身的祸害 黑心的伤人 只是为了提高 那个蛋白质的数字 然后他居然加了 那个是非常堵的东西 好 当然我们的社会 其实还有很多 有的比较严重 有的不是很严重 但是其实也是很不对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塑化剂 塑化剂加到食物里面也是不对的 那还有呢 这个胡椒里面的 加入了那个叫做碳酸钙 那那个东西 其实有分食用级跟非食用级的 工业级的 食用级的是OK 本来也有在加 但是要加食用级 为了便宜 要加工业级的 就里面有其他的东西 就对身体不好 所以人类为了自己 然后做了很多黑心的事情 那这个普丁的事 我们大概大家都知道 为了宣称哪里哪里是他们俄国的领土 他可以这样子出兵 然后打得到现在 难分难解 多少人已经死亡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那些自由派人宣称说 人是大体上是善良的 只是需要再改进一点 那罪只是相对的 真的有这么好吗 我想我们真的应该要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承认 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 这个世界也都犯罪 我最近这一两年特别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说谎的时候 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谎 你们觉得呢 好 那这个是一个纳粹 希特勒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工程师 他也是原本是建筑师 叫史贝尔 他是在这个纳粹时期 他是希特勒面前的红人 他后来当到装备部长 这是专门做后勤的 然后也是这个帝国经济的领导人 德国的高速公路 这种交叉交流道 不用等红灯的这种东西 还有石化工业喷射机 跟飞弹的研发的催生者 他都有贡献 他推崇希特勒是最伟大的艺术家 他这个人很会拍马屁 你知道希特勒他当上领袖以后 他最喜欢人家说他的是什么 是伟大的艺术家 artist 为什么 他以前是画画的 结果他的画都卖不出去 那博物馆都不收他的画 后来他都很挫折 只要转行做政治 结果还居然有天分 当然是不好的天分 但是他当上了国家领袖以后 他最喜欢人家说他是伟大的艺术家 那这个人他自己也算是有一些艺术的天分 他就最喜欢告诉希特勒说你是伟大的艺术家 希特勒就只有你最有眼光 其他那些军人什么将军 他们都没有你有眼光 所以他就一直提拔他 他把他所有重大的建设 重大的设计都交给他 我们看下面这一张 叫做光的教堂 当时候已经发展出那个聚光灯了 这是晚上在户外的地方 他找了一个广场 然后那个聚光灯往上面打 然后希特勒就站在中间最亮的地方 那个广场可以容纳34万人 你如果参与在其中 你会感觉到一种好像很伟大的气氛 可是这个教堂不是敬拜神的 这个光的教堂是敬拜谁 偶像 希特勒 很可怕 他把他的艺术天分用在这上面 后来当然二次大战战败了 他们这些将军全部都被抓了 他也被抓 抓去审判 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杀人的证据 所以他还是被判刑是战争罪跟违反人道罪 然后还有因为强制俘虏跟犹太人劳动 其实大概他在希特勒底下做的那些坏事 他也全部都做了 后来他在关监导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回忆录 他这个回忆录想要替自己漂白 他意思就是说 我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好的党员 结果在这个回忆录当中 当然他揭发了很多当年希特勒 还有他们纳粹党这些里面的事情 大家都很仔细地读 你知道我们台湾最近也有很多政治人物 喜欢写回忆录 结果刚好就在回忆录里面出包 自己犯过什么错 他以为这样很骄傲 结果都被人家抓到了 很多人就问 那你自己在当这个装备部长的时候 知不知道自己在帮纳粹 做这些上尽天良的事情 你是知道还是无知 后来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神学家 叫霍霍士 他的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讨论这个 他说我们不常常意识到 我们在做什么 及我是谁 我们选择对于我们所做的活动 保持无知 要不然就会问得太多 有时候会威胁到有一些有趣 我内心想要做的事 我就干脆不要去问到底他对不对 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我讲的不是现在 而是两年多以前 我们台湾都还没有疫苗 没有人打过疫苗的时候 那个时候疫情很紧张 所以从外国进来的人 他们都要先去隔离 隔离以后还要自主管理 结果有一些人自主管理的时候 就跑出去吃饭了 后来被人家抓到了 他说是喔 还要隔离 还要自主管理 不可以出来吃饭 我都不知道 你想他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认为应该是知道 对不对 我们全台湾都在讲 每天下午两点都有记者会 电视也一直讲 为什么他已经被 曾经隔离七天的人 然后接着疫苗自主管理 他说他不知道 自己欺骗自己 但是有时候 有些人讲得很诚恳 我们差一点都被他骗了 好 那这个自欺 就是我们蓄意的 刻意的让某一些活动 没有经过自己意识的检查 以获得自我利益 知道自己 却留下了某些地方 没有办法交代 养成习惯之后 自欺会成为生活当中的规则 而非例外 像这样的人 他可能经常会做这个事 那个事都是自己知道 但是他又不去注意他 在这我们标准下 我们都说 还敢说自己是诚实跟诚恳的 而且有时候自欺 比这个还要更严重 或是更微妙一点 比如说有一个母亲 她可能坚持她的孩子是好孩子 她儿子已经变成流氓 已经坐监犯科了 当警察去到他们家的时候 她说真的 有吗 我的孩子真的会这样吗 她不知道 当然母亲不一定有那么大的责任 但是她说她不知道 我们会想 到底她是不愿意承认 还是她不知道 我们也常常在想 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故意的盲目呢 刚才我们说了史佩尔 他知道奥兹维辛就是一个集中营 屠杀犹太人那个集中营 他也知道如果他说出来会摧毁他的存在 你知道吗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很多人参与在屠杀犹太人 抓犹太人 屠杀犹太人的动作当中 可是等到战后的时候 很多人都推说他不知道 都推说他不知道 这些人他说我只是效忠我的领袖 我只是效忠我的党 效忠我的国家 但是他没有诚实 以他的身份认同作为掩饰的借口 他说在我的思想中 这个史佩尔说 政治上的兴趣是次要的 最重要我是想要到一个好的建筑师 一个好的建筑师工程师 其实后来神学家就说 因为他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战败之后的德国 他如果不去做跟希特勒做这些事 他原本大概他的命运 就算他再有才能 就是盖一个修车厂什么的 但是希特勒让他有这种 实现伟大梦想的机会 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跨国性的罪恶 就是因为有些人有一些 所谓的伟大梦想 然后他说路党是因为 我作为希特勒的建筑师 然后这个职位对我来讲 变成不可少的 他在不到三十岁 不到三十岁 他就成为希特勒身边的重要的红人 当人成功了以后 就越来越没有勇气面对真相 所以我看到我们在场很多年轻人 我要跟年轻人先说好 趁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立定心智 我们在信仰上立定心智 我们忠实地跟随主 不管将来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机会 或遇到什么样的试探 不要妥协 因为太多人就是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好人 但是越来越有机会 越来越遇到很多试探的时候 他就软弱了 然后他就随着这个野心 随着他的那些试探 他就做下去了 趁着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遇过 我们大家先在信仰上能够立定心智 所以他后来已经成为 希特勒身边红人之后 其实他就 我们台语说撩下去了 就是已经走进去了 然后他就已经没有办法 就不肯再回头来 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回头 然后他成为建筑师 希特勒建筑师 是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在他里面 他到底受到什么样的引诱 在他的日记里面 其实有一段写得很清楚 他说有一天希特勒邀请他 到希特勒馆底去吃饭 然后他车子到的时候 这个警卫在大门口的警察 知道他是谁 然后就开门 给他进去 然后他继续往里面开 等到开到希特勒的房子的时候 盖世太保 就是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宪兵 就给他开门 然后给他进去 你知道 那个心里面是 我们讲粗俗一点 多爽啊 对不对 说了虚荣或是尊荣 在他的心里面 你看希特勒是何等重要人物 而我在这边享受这样的待遇 他真的都没有良知吗 在他的书里面 在他的传记里面 其实他曾经有一次 他说他在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 他突然醒过来了 说良知突然清醒过来 沉失了几个小时以后 他发现 说他已经离开了 他年轻的时候 只是单纯的成为一个 好的建筑师那样的理想 已经越偏越远 越偏越远 可是他虽然暂时的醒过来 但是没有影响他的决定 他又让自己沉睡下去了 继续走这个毁灭的道路 好 当我们讲完这个 我想一方面是要帮助大家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也要去看外面这个世界 外面这个世界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政治人物当中 也许也有一些人像是这样 我们要睁大眼睛去看 去想 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讲 对吧 而且我的判断也不一定都准 但是我要鼓励大家 我们不要被这种谎言所欺骗 除了检讨别人以外 我们也要检讨自己 我在这里我就要举一个 我自己经历一个 自己软弱的例子给大家听 在十几年前 我刚接了台省的院长 那个时候在那之前 其实我没有多少的行政的资历 所以很多事情对我来讲 都是很困难的 很复杂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学校一个职员跟我说 老师有一件事情不好 我说什么事情不好 他说我们大概二十几年 我指的是职员跟我讲的 他那个时候的二十几年前 所以从现在讲应该是三十几年前 他说二十几年前有一个奉献者 他奉献了一百万 要给我们当奖学金 然后我说这样很好 他打电话来问 那我说那你就跟人家说 现在用得怎么样 他说老师 我们把奖学金一百万都发完了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他说当年奉献者 他是说要把利息拿出来 当奖学金 三十几年前 我们台湾有一度利息很高 一年的话如果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 一百万就有十万 十二万 但是后来因为利息越来越低 低到一个地步 几乎没有什么利息 结果我们的职员 不曉是搞错了 还是自作聪明 就把人家的本金也拿出去发了 而且没有跟人家告知 这里面没有谁A的钱 没有 但是没有告知原来的奉献者 我们就自作主张做了这件事 然后人家现在打电话来问说 现在奖学金发了怎么样 大海了 那我要怎么跟人家讲 我要怎么跟人家讲 我就开始一直想 也一边祷告 想了一天 想了两天 第三天 早上清晨醒过来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意念 就是要照实跟人家讲 是就说 是不是就说 不是 不是嘛 对哦 这样我还要想两天 好吧 那就照实跟人家讲 照实跟人家讲 可是我心里面还是不太安心 你就这样跟人家讲 后来我还是没有办法鼓起勇气 我又想了一两天 又有一天 清早醒过来的时候 得到一个意念 因为其实我以前也从来没有管过钱的事 我就跑去找我们的会计主任说 人家的钱 母金被我们发完了 我说我们应该还人家 可是神学院我们常常都是不够钱的 我们哪有多出来一百万可以还 也不是说直接还给他 还到他原本的一个特定的专账里面 我就跟会计主任商量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编预算 今年先编三十三万三千元 然后放回去 第二年也是编三十三万再放回去 过三年我们就还回去了 那会计主任想一想 说应该可以啊 那我听就比较安心了 我就鼓起勇气打电话约那个奉献者 然后我就面对面 当面跟他解释这个整个发生的情况 解释完了以后 这个奉献者他很耐心的听我讲完了以后 他跟我说院长 其实我们既然奉献钱给学校了 我们也不会那么样的计较 到底学校有什么用它 但是我们这次之所以还会再问这件事情 是因为二十几年前 他们会奉献这笔钱 是因为要纪念他们家中一个长辈去世 所以兄弟姐妹 他们家不是很有钱的 但是凑一凑 大家凑了一百万 希望当奖学金 那这一次之所以会问是因为又有另外一位长辈 也去世了 他们想要做一样的事 所以才会来问这件事情 我心里面突然一个大石头掉下来了 我听完是又感动 但是我的内心又惭愧 为什么惭愧 讲实话还要想两天 再加两天 对吧 我忽然后发现我在学校是教伦理学的 教伦理学 我就是在告诉同学说 我们做人做事到底怎么样才是合乎神的心意 特别我教的 我教的伦理学里面 我最喜欢强调康德 德国的哲学家 他很强调的就是要说诚实话 当我自己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发现我的内心里面没有诚实 这倒不是说我常常在讲谎话 可是当我真的遇到压力 我真的遇到这种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想了两天都在想什么 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让我糊润过去的 可是还好神光照我 让我知道不行 就是要说实话 不但要说实话 还要把已经不对的事情要怎么样 要把它变回去成为对的 有一个特别强调 叫美德伦理的一个神学家说 如果你做事情还要很努力 很刻意地做 那表示你的内心还没有这个美德 有美德 比如说很有爱心的人 他做爱心的事情 他很轻松就可以做了 那个才叫美德 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诚实这个美德 还要想两天 想四天 所以我发现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罗马书第七章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而我倒去做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试探 遇到一些压力 也许我们不是主动想要去骗人家 但是我们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离开了正直的那种态度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信仰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想所有人都会遇到像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最宝贵的是 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力量 所以保罗他接着在二十四节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当我们遇在这样的软弱试探 甚至凭临要开始做罪恶的事情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 靠着神光照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耿直正直的态度 去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提醒自己 不要自欺 很多人他后来养成说谎话的习惯是 他从小的谎话开始讲 越讲越习惯以后 他变成会讲一大套谎话 我盼望我们不是这样 我盼望我们不要只做表面功夫 耶稣他告诉我们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一个非常直白的一个命令 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我们是就说是 不是就不是 不要再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耶稣说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我们信仰很宝贵的是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我们会犯错 我们会犯罪 我们会说谎 还是会 但是在我们犯罪 我们犯错 我们说谎之后 我们要勇敢地来到主人面前认罪 我们也应该要跟那些 我们所得罪 或者是我们所欺骗 或我们想要欺骗的人 我们要跟他坦白 我们要学着做光明之子 我们学着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力量 因为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不到 连保罗他都做不到 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力量 我们学着做光明之子 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 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经常地反省 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 即使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都还没有做出来 但是我们要在这样的层面上 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总是清洁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继续进步 特别在我们做错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罪过都推给别人 都说是别人的错 替自己找了很多借口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不可能进步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来学习这样的态度 我们请我们的师班 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使得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起的祷告 我们一起要认罪悔悔 我们一起要认罪悔悔 最新的语言 就是每天的语言 是我里面重新有证旨的离 使我里面重新有证旨的离 守我里面重新有证旨的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得救恩之乐 赐我了一滴灵 扶持我 我们邀请大家站起来一起 上帝呀 求你为我 造尽皆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真知的灵 上帝呀 求你为我 造尽皆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真知的灵 不要救起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胜利 求你一世 我认得救恩之乐 赐我了一滴灵 扶持我 我们唱最后一次 上帝呀 求你为我 主啊 求你愿纳我们木葬礼堂 然后说弟兄姐妹一起献上的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我们 是我里面重新有真知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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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胜利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胜利 求你一世 我认得救恩之乐 赐我了一滴灵 赐我了一滴灵 扶持我之乐 付责 我不可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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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一世 我认得救恩之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恳求祢光照我们 叫我们知道我们在祢的面前 有什么隐而未现的恶 主啊 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 在祢的面前审查我们自己 主啊 让我们能够发现 自己还有什么地方 是不讨祢喜悦的 主啊 我们恳求祢就光照我们 祢也用祢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在祢的灵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主啊 我们恳求祢帮助我们 成为和祢心意的光明之志 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 我们愿意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进步 成为一个更合乎祢心意 良善正直的人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助导 感谢主 主耶稣基督的名字